不过对赖清德来讲 好像也不是省油的灯 比如说刚刚汉庭就讲到了 最起码赖清德谈半选的原因 讲的比较有用 他只是指论文抄袭 党内黑金 还有听不见基层的声音 而且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用矿坑中的金丝雀 来比喻民进党已读不回 更大的危机在后头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在没矿坑工作的时候 这些工人都会带金丝雀 金丝雀就是可以侦测 这危险有毒气体 他们只要吸入一点点少量的气体 就会一命呜呼 所以在矿坑里的工人 看到金丝雀死了就知道 大难临头我要跑了 所以他拿这个来举例 他也归纳整理说 这次败选因为论文抄袭 黑金问题 还有没有听见人民的声音 民讲必须诚恳接受人民的决定 面对不足和错误 这次选举是台湾民主胜利 民主失败 但台湾人并没有输 我们先从这一次的赖清德 他的一个败选致辞 其实归纳出几点不同 感觉处处跟蔡英文别苗头 处处也要映照出 跟蔡英文的不一样 比如说他拿矿坑中的金丝雀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出生万里的矿工家庭 反正他就是矿坑之子 贫苦家庭长大的 来对照小英千金小姐富豪之女 这个是第一个 出生的不同 第二个 其实座谈地点也不同 因为听说在过去 蔡英文都习惯 跟百工百业座谈 都会选择比较舒适的 会议中心或是饭店 但是赖清德 他是在民众活动中心 大家是坐在红色的塑胶椅子上 听他讲会一起交流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赖清德从头到尾不看稿 更别说像小英总统要看读稿机了 而且台语非常流利 小英跟他比起来台语不太流利 再加上昨天的赖清德 其实讲得非常激动 慷慨激昂 连发型讲到后来都变了 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可以处处凸显出 他跟蔡英文的不同 我不知道这个亮哥怎么看赖清德 他这一次的 他的检讨跟小英比起来铿锵有力吧 对啦 可是问题是 他就是当党主席嘛 党主席能够做的 有限 他反省的那三点都是他可以做的 比如说论文抄袭 黑金 我们就要看他如果当选之后 你真的敢对党内有黑金的人 要去掉党公职吗 或者是刚刚讲那个论文抄袭的 你都要予以揭发吗 据我了解还有不少 那至于以基层脱节 这个当然就 就牵着他 因为他手上也没有政权 那他顶多只是说 他倾听民意是没有问题 而且他这个人比较刚直 说实在 因为以前我们也看到 他不是在台南街街头上 在那边教导小童 你记不记得 他就是这种人嘛 而且刚直到还被流氓 打那个围殴啊 他当立委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 他勇于讲话是事实 个性比较刚直 愿意面对问题 那第三个 他绝对不会不开记者会 因为他就是 因为蔡英文就是 一下就当总统了 他也没有选过区域的 赖清德是选过国代 选过立委 选过市长 这样一路上来的嘛 所以他当然跟群众 比较不会脱节 这是事实啦 可是就是你知道群众的问题 你要怎么帮他解决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 就是前面讲的两个都是党内的 你可以处理的 黑金啊 论文抄袭啊 可是论文抄袭据我所知 就有一位可能会入阁 那到时候你怎么办 你是主席啊 那人家要用他当部长 你怎么办 那基层你可能会有一些见解啦 甚至有一些主张 那要推嘛 你怎么推 因为民进党那个党政协调会 如果党主席并不是总统 总统会理你嘛 这个蛮现实的 而且蔡英文再怎么样都要用 比如说不是苏政章就顾立雄嘛 目前听来要当院长 那这两位 我很难想象他们会配合赖清德 我很难想象 不因为苏政章最大的功能就是 你要帮小英挡着嘛 所以本来是想说 如果是郑文灿 也许还有一点沟通的功能 那会卖他一点面子 因为赖清德在新潮流 还是比郑文灿资深嘛 那如果是孤立雄那就更远啦 孤立雄完全就是小英的嫡系 那谁也知道你这个时候被任命是什么原因嘛 所以我就会认为就更难啦 所以就是说行政权的部分你又难以 就他必须要透过立委去传达啦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党主席是很难以党领政 那一定要透过新系的立委来传达这个声音这样 所以到时候那个政治不同意见的表达就会有点曲折啦 那这种曲折就会造成混乱 不过政治就是这样嘛 就是政治沟通 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开会 立即做出一个决策 那就可以立刻有效率 那老百姓眼睛为之一亮 那如果没有办法 你要这样曲折的 透过立委来表现 那这个坦白讲 就会有一定的混乱 那就会造成民进党伤害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不放手的结果就是 大概我们费委员就在那边心里暗爽 就是必然就是 你里面就是一大堆混乱的状况 那新系的立委对顾立兄就会觉得 你很没意思耶 也会不满嘛 因为立法院挺他的 挺他经理的立委蛮多的 而且区域立委你就是要跟他一起选 是的 所以他们必然会比较挺这边嘛 可是这个顾立兄他可能 或者蔬贞昌他只看蔡英文的脸色啊 所以你就会听到很多 这个国民党就会因此逮到很多机会啦 所以比如说民进党也跟着质询啊 就对你的部位首长不客气啊 甚至总质询啊 比如说我们费委员刚刚提出来那些 很直接的问题 搞不好民进党都跟进 都跟着问 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那蔡英文不知道会乱吗 他这样子大权在握之下是什么 他说我能看这么远会有今天吗 你觉得他是看不远吗 还是因为他也无所谓 反正我最后自己能够安然退场 我坦白讲 所以我说最后只有 只有一句话可以吓住他啦 说国民党当选对你有利吗 对啊 问题是这句话谁去跟他讲嘛 谁能够跟他讲这句话 然后让他突然惊醒这样 这个恐怕一定要国民党有某个人突然提出说 只要国民党当选就立刻公布他的论文这样 才能够把他惊醒 立刻把他惊醒 不然我觉得一定要有够分量的人 就是这个到我们叫做什么 当头棒喝 这个叫当头棒喝 你不要搞错了 陷入你的权力的小啾啾里面 你输了你死更惨 就是这样 对老师 我是刚好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国民党其实还好 我不能说温良攻减让 其实国民党大概没有那么痛恨小鹰 那亮哥提到就是公布论文 论文又怎么样 我没有论文我没有博士 我只要小学生我也可以选总统 公布了以后 万一如果就是说高端等等那些东西 如果赖清德 因为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一起 因为他也出来帮小鹰讲话了 对不对 所以那些东西可能是更惨 所以如果我是小鹰的话 我比较怕赖清德还是怕国民党 我觉得会鞭尸鞭尸的应该是赖清德 顶多 高端弊案 还有太多弊案 太多弊案 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看到 苏贞昌跟小鹰也是某种的恐怖平衡 因为过去是你也知道他是他的部署 对不对 有知道太多狗屁在盗招的 可不用讲里面还有一个在等着那边 等着被特色的阿扁 他也知道很多东西 那这些一年里面也要赶快马上要处理 我是觉得说小鹰是无所谓的 他基本上到最后 我有搞不好他在另起门户 然后说不定 那国民党万一没有整合成功 民进党分裂了 那到时候是天下大乱 我们都不晓得会几组出来选总统 那小鹰搞不好他自己的 陈建仁他们是有行政资源 说不定能永续经营 所以这个变数还很多 还有得看 我们看到在这个赖清德昨天 跟党员报告座谈的这一个现场 真的是炮声隆隆 那党员就说民党大败一尸五命 他说林书芬讲的是真的 为什么中央党部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让百姓辩护 那还有人有骂说 这次败选原因就是 大家都不出来投票 还说如果我投给民进党以后 我儿子就要当兵 也有人说如果投给民进党 中国就要打过来了 不过以前长辈也是去当兵 为什么现在草莓族 听到当兵就怕成这样呢 另外一位党员说 为什么代表民进党竞选台北市长 陈时中之牙科医师 就连老人免费装假牙的证件 都不愿意讲 其他的证件都是超姚文志的 好那党员D说 以新竹事前市长林志坚为例 民党会输的原因 就是因为县市首长做不好 做党主席的应该要培养人才 您看看今天来现场都是老年人 那年轻人在哪里呢 好所以这我要讲是 在昨天这个现场 你说赖清德他也听到 基层民众的心声了 那他自己也直接点出问题 这一次就是有论文事件 还有这个黑金的问题 那刚刚其实听得出来 亮哥其实不太乐观 我也是觉得说 赖清德点出问题是一回事 但能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费委员 我倒是想利用这个节目 跟蓝营的人喊话 不要以为 2014年1月份的账好打 不是的 这个检讨并不是在检讨赖清德 你看这些人问的问题 哪一件事赖清德做的 不是啊 都是你蔡英文做的嘛 是不是 刚才主持人讲 检讨这个黑金 检讨这个论文 甚至他们直接检讨英系 直接检讨这个 蔡英文的在立法院的大将 叫柯建民 他并没有去检讨赖清德 所以我是觉得 后蔡英文时代 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蔡英文的任期 还有一年半 一年半还不到 那剩下民进党 2014年是立委跟总统一到选 请问这些立委候选人 他会追着 他会跟着赖清德 还是继续跟着蔡英文 很显然一定会争着 总统候选人嘛 我想民进党里面 现在总统候选人大概 应该就是赖清德 应该别人不会跟他来争的 对不对啊 民进党在1126还没有选败之前 哇 人才很多 选败以后没有人才了 对不对 这是个很务实 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后蔡英文时代 应该的共处 就是赖清德 立委的候选人 就是要追着赖清德 至于赖清德有没有资源 我跟各位报告 他只要变成民进党的主席 就确定是民进党的 总统候选人 那种民间的资源自然就来了啦 那就会很多了 源源不绝的 所以我是觉得赖清德 现在在民进党里面 应该是唯一的民心 唯一的民心 因此来云的人 民进党这是267万人 没有出来投票 这票是没有出来投票 并没有支持国民党 支持民众党 没有啊 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时候 我们要 尤其兰印的朋友 要小心 不是说 这些还有人 赖清德当总统 我还是要你的资源 跟着你 不会 除非那些人 日后退休了 还要往前走的人 一定会跟着赖清德 不会跟着赖英文 我跟你说 就算憋好了 最多憋多久 憋一年半嘛 我民进党的专案党部 没有你总统府 刑事院的资源 他从民间要 也很快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往后 蔡英文应该会越来越惨 不管谁去当行政院长 苏贞昌也好 顾立雄也好 当民进党的立委 指对你骂的时候 你腰挺的直 你话声音会那么大声 苏贞昌可以对国民党的立委大声 但是我不相信 他敢对民进党的立委大声 因为对民进党的大声的话 民进党的支持者 就会来骂他 对不对 这个是水能在舟 一能覆舟的另外一种道理 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蔡英文你看 他们去检讨英系 检讨民党的大党边 检讨陈民中 现在检讨陈民中 声音也出来了 对不对 有没有在检讨 赖清德所做的事 当然赖清德你说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问题 他有没有可以被攻的 当然也很多了 第一个 中间选民就问 美国要让台湾 变成乌克兰第二 你要怎么做 你是台独之子 你是台独的精孙 老公不会跟你谈 海峡两岸 就可能不会和平 两岸就可能会有战火 你要怎么做 还有台南这是88枪 打出了一个问题 民党的中指尾 在赖清德当市长的时候 在谈当市长 他那些 那些废弃物 埋下去 那是在赖清德时候 发生的事情 你赖清德不知道吗 你赖清德跟这些财团 跟这些黑道 有没有关系 这些他也需要交代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两个 第一个 蓝营的人 你不可以沾沾自喜 如果说你2018选胜了 接下来搞得一塌糊涂 才会有蔡英文的817票 817万 对不对 所以蓝营你不要骄傲 也不要觉得 哇 我这个天下 我可以把它打下来 不是的 赖清德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路还很长 看看到时候双方面 你的阵营里面团结与否 这是第一个观察 第二个 你的被人攻的议题的时候 你怎么来处理 你怎么来面对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